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要拍這條影片就是化妝聊天片 這就是我原妝的效果 哎呀,我先脫掉帽子 搭入春夏我想化一個比較粉嫩的妝 所以今天的眼影就是比較蜜桃色 加了一些很幼的閃粉,增加透明感 如果你都想看今天這個妝的話 我簡簡單單,聊聊天 我們現在不如又又梳眼 開始了,我們自己黑眼圈 最近真的很少化妝 很久沒拍過這類型的一邊化妝一邊聊天的影片 我有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家工作 然後留在家很少外出 除了拍片之外,我就很少再化妝 但小化妝我還是繼續買化妝品 因為一會兒要戴口罩,我就會用Chartouberie的粉底 它是沒有那麼潤身,沒有那麼容易黏在口罩上 而且它很快就遮到那些不均勻的膚色 要快速把它推開 用完之後,膚質好像好了很多 這邊還沒用呢? 是有少許滑下去的感覺 但這邊整個好像漆起來了 我覺得也蠻神奇 之前冬天我覺得它比較乾的 不夠滋潤 但現在下雨或調濕的天氣就剛剛好 唉唷,我弄髒了 又要洗了 好像越摸越髒了 我看到粉底遮瑕力很好,整塊面色均勻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嘗試遮我的眼袋 之前MAYBELLINE他們寄了這兩款遮瑕膏給我 兩款都是很淺色 這個海綿頭不是經常推大家的 但它比我的顏色太淺色,我就用不著了 如果遮眼袋用這個,又太過滋潤太過厚了 所以我會用FITME這一款 你們看到我眼袋這個線位,我就會把它在下面拉兩下 然後就在眼底位置上碎粉定妝 其實粉底很清爽 不需要怎樣定妝 但如果戴口罩,我還是會薄薄定一層 但眼的遮瑕膏就一定要定 大家最近經常在家裡有什麼做 我又不太想外出 然後家裡很悶,我開始跟植物聊天 我種了三盆花,我瘋狂地去看他們 然後跟他們聊聊天 看看他們生長會不會再漂亮一點 已經變得很無聊 眉筆我都收到MAYBELLINE他們給我的 但其實我自己很少用眉筆 儘管試試畫眉尾,會不會用 一邊是螺旋刷,一邊是眉筆那種 筆頭就有一點三角形的 眉筆真的不是我的範疇 應該是哪一邊呢? 上不上到色嗎? 看不見到嗎? 咦,又上到的 慢慢畫先 它有一點難控制 其實畫在手上不錯 整個顏色的 為什麼在眉筆上不上呢? 它的蠟質很重 它眉筆起了 我放棄了,不好意思 可能是因為我都不太會用眉筆吧 用眉筆,一個人是得心應手的 你們看看 現在眉筆有很多雜毛 我不敢出去做修眉 其實我眉筆也挺多毛 而且有眉型 但真的很喜歡畫眉 很久沒化妝 很興奮 雖然我現在拍片也是會化妝 但其實你會發現 我沒有以前 化得這麼仔細 除非那個是妝片 因為很多時候都不太近 然後化完之後又下妝 真的沒有工作 有時候會化妝去買菜 我發現化妝去買菜 那些叔叔會對你比較好 真的 再染上眉筆一點 眉妝就完成了 最近在Gmarket買了陰影粉 我覺得很好用 它打鼻影和陰影都很自然 而且我發現買這個02號色 它不是偏套很灰 它有少少大黃 反而很適合我這些健康膚色的人 因為我以前經常用一些 很偏灰色的陰影 有時候會看起來很骯髒 或者個人很黑 但如果用了偏黃 是會健康一點 我最近經常留在家裡 很胖了很多 我已經快沒下巴了 我再這樣留在家裡 不停煮食 我想像不到 而且我以前經常去行山 但現在就避免了 因為很多人 又不想到處走 這樣留在家裡 就很圓下去了 超圓潤 怎樣? 要不要沾一點? 讓我自我感覺良好一下 來到春夏 我們粉嫩一點 今天眼影 用一個比較 Pitchy的顏色 做一個青春陽日的感覺 這盒 Doremi三種顏色都比較粉嫩 中間那一種太螢光了 我就不太敢 所以就用這一種 直接上眼皮 上這個顏色就可以了 現在看到它的顏色是否很鮮色 不用擔心 一會兒會救得來的 一如既往我們先畫了眼線 這支是之前在cosmere store買的 LB眼線筆 它打敗了Moderlain 最近很喜歡用 眼線真的聊不到 要很專心 很專心 因為這一盒裡面的顏色 全部都很淺 其實就完成不到我整個眼妝 所以我就要找另外眼影裡的深啡色 先把眼色彈開眼線 然後拉了一點點在眼尾就可以了 我今天就不會畫下眼線這些位置 現在的生活很悶 整年跟男朋友出街都很少 而且我會盡量將要出去做的事 集合在一天一起做 所以一個禮拜 Around只要出去一天 然後做完所有的事情 其他日子就留在家裡煮食 最多都是每天去放狗 都是在附近 趕快走完 就回家了 然後這個鮮艷眼妝 就是我最近很喜歡的眼影 應該都會在每月最愛出現 大家看看那些偏光 超美 我買了三款 它塗上去之後 整個眼妝的透明感會出了 沒有那麼鮮 沒有那麼濃 但我不知道過了鏡頭 會不會還是很橙 其實現實看上去 就不是很橙色 可以出街的 它摸上去很幼細 不會有那些 一粒一粒的 刺著眼睛 不會掉下去 眼睛裡面 我最近超喜歡 眼睛很幼 我知道我們用這個 啡色的眼睛好不好 都是收到Maybelline的產品來的 這個可以的 如果你想用啡色的眼睛 可以選擇它 而且我剛剛第一次開 它不會太濕潤 黏著眼睛毛 沒有顧 所以現在家裡很悶 有什麼要做呢 9點晚上 星期一至五 看狼人室 我超喜歡看 但沒有朋友陪我玩 而且也不會有聚會 所以 我真的很想找狼人室 然後上網看漫畫 然後 有一個我覺得不錯 沒有的 你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做 就是在MarioCard開了MultiPlayer 即現在可以跟朋友一起玩MarioCard 即是我跟我男朋友 午餐的時候 未夠鐘做事 又吃完飯 沒有東西做 就會一起開個房間 開個房間 然後我們就在騙車 這就是我們維持感情的小方法 你看用了Faeser Mascara 它是有神得利 很柔和的 不會很凶狠 眼神 今天用的胭脂是3的 顏色是比較picky的 是霧面的 沒有閃粉 很漂亮 無論你膚色比較白也好 比較健康也好 這個顏色都超粉暖 超春夏 然後 HIGHLIGHTER今天用一個開架的 是Sazen的另一號色 其實最近很多影片都是用它 但我好像沒有化妝片的時候 拍過照片 你看看我的光澤 是不是很漂亮 但它是有存在感的光澤 如果你不喜歡亮眼 或者很閃的 HIGHLIGHTER 它就不適合 很近鏡 給大家看 有少許顯毛孔 不多不少都有 因為它的閃粉都很明顯 但我覺得可以接受 如果你很介意毛孔問題 這個要去店裡 自己試試 我是在香港買的 但我不肯定它多少錢 但這個品牌是開架之中 很划算的 所以一定不貴 幾十元而已 純妝方面 我用Mercy的 這個BT3好色 它是一些很溫柔的質感 它有少許像粉霧 其實我在澳洲的時候 是有拍《Get Ready With Me》的 然後是有介紹這個系列 因為都是收到的試用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這個時候 還想看澳洲的影片 所以我不敢剪 所以最近在香港都很努力拍影片 之前想著這段時間 可以慢慢撕澳洲影片 那我就可以冷袋一會兒 但是 好像不是每個人都想看 我就順應一下文意 好嗎? 遲些 等情況好一點 我們再拿出來 是不是很漂亮呢? 這個顏色 它是很溫柔 不會有那種旁邊很厲害的界線 妝就完成了 我現在先摘一條泵邊 之後呢 就下街買一點東西 唉 都化妝 下街吧 不要馬上下妝了 如果有心思 就會把這兩條去捲 現在的大帽 這個我最近新買的 如果我有沒有看到這條影片 應該會說我為什麼不買給他 他很喜歡這兩隻公仔 如果你看到這條影片的話 我告訴我 你喜歡我買給你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了一會兒 很久都拍過這條影片 大家有沒有掛念這條影片的感覺呢?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有兩條新影片 即是六間商 即是日間到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